有一位老人在1957年的时候买了信用社的股金 那么他当年花的6元钱 现在能够获得银行的多少分红呢? 老人能不能拿回这笔钱? 今天我来为大家讲一讲 黑龙将老人用6元钱买信用社股金的事情 其实很多人对通货膨胀这件事情应该有过一定的了解 20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毛钱买到很多的东西 可是现在十几年前过去了 我们能买到的一元钱东西特别少 这些年我们对有钱人的称呼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以前有钱的人会被我们称为万元户 因为那时候几千块钱就可以盖一座房子了 后来我们把一些有钱的人称为百万富翁 不过现在这个社会超过百万身家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钱也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拿着自己富裕的钱投资 因为有的人认为只有学会投资这件事情 才可以追得上通货膨胀 1957年的时候 黑龙将有一位老大爷用了6块钱入股了当地的信用社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 他这么做是对的 可是现在离这位老人入股信用社已经过去63年了 那么他当初的6元钱现在能换回多少钱呢 其实时间过得很快 老人慢慢的把自己入股的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他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拿着自己当年的股金证兑换现金时 却突然发现事情跟他想象的好像有些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的经济建设还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当时的中国百费代行 国家为了发展经济 在很多地方设置了合作的信用社 其实那时候人们把在信用社存钱的这件事情叫做入股 而且他们存在信用社的钱 会按照国家相应的政策得到分红 这件事情怎么听都不会亏 所以老百姓手里只要有足够的钱 就会把它存入信用社等待分红 黑龙江的一位姓张的大爷也是这么做的 他在1957年的时候知道 信用社推出了这样的政策 所以他把自己存下来的6块钱 全部都放入了信用社里 他每年都在等待分红 不过老百姓有时候把钱全部存入信用社以后 会出现一些之前没有想到的事情 因为签设的钱进账越来越多 他们的股金也会被稀释的越来越少 所以不管他们之前存了多少钱 最后他们的利息收益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民众存进去的钱很有可能得不到什么分红 当时有很多农民没有受过教育 所以他们对理财投资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概念 他们听说有这么好的政策以后 就把自己的钱全部放入信用社中了 其实张大爷刚开始的6块钱本金 确实能得到一些分红 可是这样的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张大爷最后连分红都没有了 而且我们的民生经济发展得很快 物价也慢慢的跟得上来 所以张大爷懒得把那6块钱取出来 就索性直接放在了信用社里面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63年 张大爷这时候才想起来当年自己存钱的事情 不过他这一生没有一儿半女 他的妻子也在不久前离世了 这些年他一直跟着自己的侄子生活 所以他想到当初自己存了6块钱的时候觉得很兴奋 因为他认为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所以当初的6块钱会变得越来越值钱 那么存在信用社的6块钱应该能得到很高的收益 如果拿当初的6块钱换算的话 能拿到一小笔可观的钱 所以张大爷觉得如果他能把钱兑换出来的话 那么应该能得到几千块钱 所以老人回家以后翻箱倒柜 终于找到了当时他藏起来的股金证 他打算把这个股金证给他侄子 让他侄子去银行把这一笔钱取出来 就算是报答侄子这些年对自己的照顾 不过张大爷的侄子认为 自己照顾老爷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他不需要什么回报 不过他表示自己会按照老爷子的吩咐 去银行把这些钱取出来 不管里面有多少钱都会给老人留下来 不过时过境迁 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快 当初的信用社也变成了现在的农商银行 一切发展的都很顺利 所以当老爷子的侄子拿着股金证来到银行的时候 工作人员看到这个证感觉有些震惊 因为现在的政策早已经换了很多次 几十年前的股金证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工作人员立刻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银行的经理 他们进行严格细致的核算以后 把钱换了出来 拿给了老人的侄子 当老爷子的侄子当时拿到钱的时候特别惊讶 因为他发现六块钱并没有换得几千块钱 甚至连几十块钱都没有换到 最后到他们手里的只有17.39元 这样的结果让张大爷的侄子觉得有些不理解 我们都知道六十多年前六块钱一点也不少 六块钱相当很多人家半个月的生活支出 可是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快 为什么当年的六块钱只能拿到现在的十几块钱呢 工作人员看出张大爷侄子的疑惑以后 告诉他现在的银行跟当时的信用社性质完全不一样 因为在1957年的时候 信用社还在起步阶段 所以农民跟信用社之间只是很简单的合作关系 双方合作就是为了互利共赢 所以他们存进去的钱只不过是一笔投资金 现在信用社的体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信用社的经营方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而这张股金正根本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最后他们拿到的这一笔钱 可能跟他们预期所想的不一样 张老爷子的侄子了解情况之后 决定不退还这笔本金 因为在他看来 虽然那个时候的股金正确实听着比现在之前很多 但是他认为十几块钱没有什么必要拿出来 他愿意把这张旧的股金正留下来 他认为旧的这张股金正比那十几块钱更有意义 因为这是时代发展的见证 张大爷的侄子回家以后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叔叔 张大爷以后 张大爷听完这件事情也觉得非常吃惊 他有些后悔当年没把这笔钱拿出来 因为如果当年他把这笔钱拿出来的话 那么这笔钱就能充分地发挥他的价值 现在这笔钱已经缩到了十几块钱 他感觉有些失落 而且他想要报答侄子的心愿也被浇灭了 其实那时候有很多农民都对信用社的福利政策动了心 张大爷也正是因为政策的职业才决定这么做的 不过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时代发展的很快 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十分迅速 物价也变得越来越高 所以钱慢慢的变得不太值钱 张大爷存入的那些钱自然而然就被贬值了 不过和张大爷有着相关经历的人不在少数 沈阳有一位李大姐也遭遇了这样的事情 他的父亲和爷爷在1992年和2003年的时候 给他留下了两张古金证 后来他的父亲和爷爷离世以后 母亲不认字 就把这张古金证压到了乡底 没有再去管 这张古金证被想起来 还是后来孙礼组织大家用古金证换钱的时候 李大姐的母亲才突然想起有这么一回事 那时候李大姐就拿着当初存了几十块钱的古金证 去银行兑换 其实李大姐拿去兑换的时候 跟张大爷的想法一样 既然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 那么这一笔钱加上利息的话一定很可观 不过他去到银行兑换的时候大吃一惊 工作人员告诉他 这笔钱只能换回当初的那个数目 李大姐听了这句话以后 跟张大爷一样诧异 因为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 当年88块钱跟现在的88块钱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银行表示 如果想要取这笔钱的话 必须要本人到场 如果本人没有办法来的话 就叫直系亲属来取 而且还要去政府那里开一个证明 李大姐听完这件事情以后 觉得有些崩溃 她不想换了 因为她来回折腾的话 花费的路费比几十块钱还要多 其实我们可以从李大姐跟张大爷的经历看出 现在的经济发展实在太快了 人们投资其实已经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但是我们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以后再问清楚 不要掉以轻心 时刻关注到自己的投资才能获得回报 而且我们投资的时候 眼光一定要放长远一点 不要因为眼前的一点利益斤斤计较 虽然张大爷没有拿到自己心目中的那笔分红 但是他跟自己的侄子生活的依旧很好 虽然张大爷能领到17块钱 但是现在17块钱的购买力跟当年相比差了很多 虽然张大爷看起来像是吃了一个大亏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里面吸取经验 注重自己的投资所得 现在的时代发展的太快了 所以我们面对投资这件事情 要认真对待不要轻易糊弄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小康时代 人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幸福 祖国的实力也比以前强大了很多 所以我们身边会经常出现各种不一样的福利 我们能得到这些福利正是源于国家的强大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继续这样安稳的生活 获得更多的福利 就要支持国家的发展 国家繁荣昌盛以后 我们的生活才能过得更好 而这才是我们最值得投资的一件事情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张大爷入股信用社 最后却不如人愿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说出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